娱乐圈明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身份 因实验邱雅姨炮而红的王志 曾经当过最美大学生村官 还差一点就成了功夫女星 王志原名王子玄 1982年出生于辽宁安山 7岁开始拜师学武 天赋很高 擅长剑枪拳 少林拳和永春拳更是达到专业水准 在辽宁省少年武术比赛中 获女子组剑术第一名 枪术第二名 少林拳第三名 并受邀进入省队 13岁开始学习舞蹈 凭借较好的长相 以及扎实的武术舞蹈功底 在04年顺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和压压佟丽娅是同班同学 中系毕业后 王志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 着急地进入娱乐圈 而是希望到真实的生活中沉淀自己 于是他不走寻常路 跑到北京淮柔区的一个镇上 当起了村官 还带着平均年龄40岁的村民舞蹈团 表演藏族舞蹈 在区文艺晚会上拿下了一等奖 被当时的媒体称为 北京最美大学生村官 至今为止 王志都是中系表演系 唯一一名大学生村官 当了两年村官之后 具备丰富生活经验的王志 才正式踏入演艺圈 在电视剧马永珍中扮演白小蝶一角 因为有练舞的底子 剧中所有的动作戏 王志都是亲自上阵 一度被称为是小杨子琼 新生代功夫女星 然而王志没有将自己的戏路局限于此 他什么角色都愿意尝试 比如在妻子的秘密中饰演的美艳女二 也给很多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随后又在沈腾的推荐下 在开心麻花喜剧 夏洛特烦恼中出演秋雅一角 从笑花演到大嫂 从清纯演到性感 被很多男观众封为国民初恋 你别看了 人家现在是大嫂 从那之后 王志演过很多影视剧 但很难遇到一部真正出圈的作品 上过乘风破浪的姐姐 也参加过演员请就位 尽管都没有走到最后 但她温润的性格和不俗的演技 还是劝了不少粉 其实一路以来 王志在女演员中都不是特别扎眼的存在 她的性格跟水一样 不争不抢 能被装进各种形状的容器中 但与此同时 她又有一股子韧劲 就算不被看好 也会闷不作声的逆流而上 而这种水艺般的特质 恰恰是一位演员应该具备的 如今的王志 关注度稳步上升 观众缘也越来越好 属于那种差一部爆火代表作的宝藏演员 相信只要她坚持下去 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最近由王志主演的《深爱》就要上映了 她在片中饰演王夕月 一个在上市公司为搞钱忙碌的深圳女孩 但其实在她内心深处 还是渴望拥有一份单纯的爱情 在一次车祸中 她偶遇了青年才俊高涵 高涵是个研发无人机的技术总监 由她开发的无人机 在一次飞行挑战赛中过关斩将 赢下了最终的胜利 庆功宴上 她竟然在人群中又看见了那个女人 两个都市单身青年相谈甚欢 感情也在一点点升温 身处繁华大都市 就连爱情看起来也是灯红酒绿的样子 在人人都忙着搞钱的大深圳 能找到一份细水长流的感情吗 这对男女不过是第二次见面 美女夕月就大胆地向对方表白 对面的高涵并没有回答 而是抓起夕月的手 在人群中跳起舞来 然后两人就躺在水床上 开始谈人声聊理想 第二天高涵醒来 发现夕月已经离开 她心里清楚 在偌大的城市里 两人很可能不会再见 而就在这时 高涵接到一个噩耗 工作的无人机公司被收购 她和好哥们秦浩都被扫地出门 高涵回想起自己的求职经历 从充满理想的大学生 到一脸胡渣的程序员 老板们话秉实激情澎湃 但遇到危机撤得比谁都快 一心只想做好产品的高涵 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华 到了晚上 就在她借酒交仇时 一个美女猎头找到她 邀请高涵去一家上市的科技公司当高管 为了继续热爱的无人机事业 她决定去试一试 面试时 CEO带着几人走进来 高涵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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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何纳来说 这种糖衣炮弹根本不好使 他再三跟秦浩强调 大家只是普通朋友 被连续拒绝的秦浩彻底乱了方寸 他竟然把所有前女友聚在一起 举办了一场求婚仪式 这阵仗直接把何纳吓得落荒而逃 其实他对秦浩不是没有好感 但他没有办法接受对方 因为在他的生活里 还有一个不能割舍的男人 秦浩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在停车场堵住了何纳 因为对方喜欢旋转木马 还特意带上了马头 而何纳却一脸冷漠 跟秦浩说出了实情 谈话间一辆奔驰车开过来 鸣笛示意两人让路 让此时骑着共享单车的秦浩 显得滑稽又心酸 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电影名叫深爱 即将于8月13号在院线上映 是一部以深圳为背景的都市爱情片 讲述了两段甜虐又相当现实的情感故事 他们能够消除误会 击败物质最终走到一起吗 大家可以到电影院中寻找答案 相信很多深圳男孩女孩 都能在其中多少感受到共鸣 在这座房价惊人 遍地是上市公司的城市 太多年轻人在内卷中忙忙碌碌 天天喊着搞钱 绝口不提爱情 一份心无旁骛的感情 似乎已经成了奢侈品 爱情的确很奢侈 但绝不仅仅是因为物质 一个人为了爱情 愿意付出什么 牺牲什么 才是真正难能可贵的东西